刚开始进电视台的时候 她已经很红了 那时候已经红到天边去了 那我刚进去的时候 其实我谁也不熟 然后跟可莉姐她们想说 她打招呼她们不理我这样 但是因为真的相处时间久了 那我才发现其实可莉姐是一个 面恶心善的人 我一开始没有理她 这个真的要说一下 因为她进来有人说 不要跟她太好 为什么 这个人 没有脸重 然后我就想说 在塞人 对然后想说 那就保持距离就好 反正我就谁也不得罪 对 但是后来真的是相处以后发现 没有 好像讲的那个人心机比较重 真的 就她其实不是那样的人 她是一个非常真的人 但她也可能因为傻大姐 对 傻大姐 她们都说我很臭屁 遇到人不打招呼 所以她们都刻意疏远我 在摄影棚里面就是故意都坐很远 然后对此也不看你 你NG她也就是 在那边 超 超难相处 我们到时候已经逼到快要忧郁症了 你知道那种跟你对此的人 她都不跟你对眼 你知道吗 那若你好不容易有时候 真的难免会卡池嘛 然后就NG 然后说 哦 是会不会 哎呦喂啊 还是也不备好 谁啊 谁啊 说出来 可莉啊 哪有 哪有 我才会这样 我真的不会这样 她不会 是别人的 我底座指比一下说 对 不要给你的卖来 对 真的 我真的不会这样 她是做效果 对 对 想一下就是 后来我跟可莉变成 就是因为常常上节目 然后上她主持的节目 然后常常就有联络 然后出来吃饭 然后有一天呢 就是她大概就是喝了有一点点小茫的时候 她跟我讲了一句说 我说 蛤 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 以前曾经有一个节目要找她跟我一起主持 但是她不要 所以她不想要跟我一起主持 然后她现在跟我这么好 她觉得她不应该当时事这样子的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呢 她就跟我道歉 我就说没事 没事 没事 反正不想要跟我主持人 蛮多的 对 你是其中之一也没关系 因为我反正就很low 然后后来 其实有的人她可能可以不用讲这件事 事过境迁了 对 她可能就是放在心里就好了 放在心里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她却没有她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而且跟我道歉 我反而觉得说 她是我这辈子里要交的好朋友 真的 对 因为她把她最内心深处的那一个东西 跟我说了 所以呢 从此以后我就觉得认定她是我的最好的闺蜜 嗯 其实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人真的太自以为是 就是说你有时候真的会忘记你自己是谁 你知道吗 后来相处就觉得说 既然要当一辈子的朋友 那我觉得心里就不能有秘密 对 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让这个疙瘩在我心里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跟她坦白 让她知道这件事 有一次我们就是一起出去参加一个派对 那你知道吗 派对就会遇到很多朋友 那可莉就坐在那个位置上喝酒 那我就出去打招呼嘛 遇到打招呼很多人呢 回来发现可莉不对了 我也要表演 来 你赶快自演 我是可莉吗 对 你是可莉 可莉是这样 我是可莉 我演可莉 好 我是 你是静雯 好 好 怎么了 你怎么了 快好吗 你怎么了 你怎么一直摸我 你怎么了吗 你手很冷吗 我一直搓 一直搓 一直搓 我想说 西雅 不对 一定是喝到不对的东西 是 我就赶快把它带回家 因为那时候我们同居 我想说完蛋 刚一定是喝到不对了 你知道在那个计程车上 你是这样 对不对 她是 怎么了 她是吃到春药 我不知道 她一直搓我的手 滑盆 一直搓 一直搓 搓到我想说 你是在怎样 你不要紧吗 对 好不容易送到回家 到家就安全了嘛 我就去上个厕所出来 来 想看一下这座沙发 她一直搓 你是讲什么话 所以我真的要告诉年轻人 也不只是年轻 就是你如果去夜店玩 那个在桌上的东西 只要你离开座位回来 真的不要喝 应该是喝到人家棒 对啊 应该是春药之类的 对啦 真的 你看 还好有我帮你救回家 真的 幸好有她在 对 所以还好你煮泡面 给我吃 可以吧 真的 所以这年轻人出去玩 真的 像我都会交代我女儿 就是离开座位以后的饮料 都不要喝 我也会跟我女儿说 他们可能是想 下一些比较漂亮的女生 那可莉喝走啦 你 她本来要下静雯 结果下错药了 她应该要下到可莉 应该是静雯要喝的时候 我淋 我淋 对 然后结果呢 静雯没事 结果想说可莉 喝了那个春药 就算了 他们都先走了 结果是你喝了 就想说 这个老杂母算了 来 老杂母 我一定要先提醒你 是 你一定要常常送你自己花 提醒你自己是一个 值得费爱的女人 真的 这是一定要 我知道你非常孝顺 然后也是因为女儿在国外 你很努力工作 想给她好的生活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你是漂亮的花 好吗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什么重要 我知道你单身很久了 我会是不是 啪啪啪啪 对 啪啪啪啪 她长长的 她长长的 软软的 那不好 可以随身携带 天哪 那就很方便 真的 那你看一下是什么好吗 不用放电池 不用放电池 因为有时候要一直买电池 那麻烦了 来… 好大 这么大怎么行 你的也不小 你跟她勾啪 勾啪 好难接 好软软的 软软的 不知道 是因为你常常都要出外景 然后舟车劳顿 对 这是一个 护警的警诊 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不管你在哪里 我们这些好朋友 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 都可以陪伴着你 支持这内術 好吗 谢谢 谢谢 其实我真的觉得 金文她也是超棒的 我们其实因为她已经 就是比较没有在拍戏 然后她就去做她另外一个事业 做得非常好 但是那个事业其实非常不简单 因为她真的是 我最记得她那时候 就从屏东 高雄 嘉义 台南 一直往 就是这样一站一站停 只要有下线告诉她说 我这里有人 你来帮我讲 她就下去 那其实是很辛苦的 你如何把光环放掉 然后去做这件事 那有一天有一站 她就是到台中 她就来找我 太久没有见面 所以就在那个店里面聊了一下 聊完以后呢 我就差不多时间 要回家煮饭给我爸妈吃了 然后她又要去做另外一个案子 然后我们就走走走 两个走到巷子口 我就说好啊宝贝 然后就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就走 走走以后我就回头 我一看到那画面 我就不行了 就是看到一个女生 然后就穿了一件西装裤 踩了一双布鞋 然后拉了一个行李箱 那行李箱都是她 要帮人家做介绍的东西 然后她就一个人默默的 你知道那时候黄昏 就路上没有什么人 就看到她很一个人这样子 我就觉得你真的太棒了 然后又觉得很心疼她 就觉得她真的很值得拥有 就是有一个人可以好好地照顾她 互相恨喜 你也是 好吗 你也是 一定要 好 好好照顾自己 你也是 好 谢谢 太过分了 内幕的是忘不了 敬文礼物都送得那么感动 我好期待彩华姐的礼物 对 一个上的是什么 常常摄影 不 我没有那么色情 我又说的不是色情 我个人很色 但是 亲爱的 是 我要跟你讲 看到你就仿佛看到我自己 为了家里无私的付出 对 对 你永远是这么善良 我的朋友怎么都这样子 更孝顺 因此 我可以很开心地说 我这辈子可以跟你当很好的姐妹 是我非常地荣幸 跟你相当地有 补宝 不要这样说 谢谢你 我也是 也非常谢谢你在我 最困难 最无助的时候 你也是在我身边 在那段时间 有你的陪伴 你不断地鼓励我 跟 给我信心 给我温暖 这是我最感动的 谢谢 谢谢你 而且 我也告诉我自己 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我永远要爱你 我们到最老都还要在一起 这是我们曾经许下的诺言 那我今天送你的这个礼物呢 这个是我最近去嘉宜拍戏 然后最近呢 妈祖出孙 这个生日 然后我在铺住的那个 佩天公的妈祖庙 然后我知道你喜欢娃娃 这是他唯一送我 因为我有贡花跟添有香 所以呢 唯一的一尊妈祖 好可爱 很可爱的妈祖 好可爱的妈祖 然后后面还可以有花瓶 好可爱喔 对 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娃娃 然后后面他有写四个字 你看一下 祈福 祈安师父 祈安师父 对对对 就是我希望你都能够一切很健康 平安 谢谢你 对 亲爱的谢谢你